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雙》 我是吉池 樹齡 游馬兒 鏡花先生 奇人姐 是的 我們依然是不在香港的 回來了 回來了 真的要這麼強調這件事 回來了 回來了 聽了上集的聽眾已經知道了 如果聽完我們說了一大約一分半鐘 日本話還在聽下去的觀眾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所以不需要穿多活蹦了 強調一句 我們的聽眾聚會 今年我們是有計劃去籌劃的 真的會搞的 別讓我們開玩笑 你沒有聽到旋律用什麼字眼嗎 有計劃 我的《Tanus Mini》實不實行呢 就沒有講的了 敬請期待 我們盡全力啦 大家聽眾做靜啊 正所謂新一年新自己嘛 好 我們就繼續講回上集還沒講完的題目 繼續都是輕小說 上集我們就很概括地把整個轉變說了一次 其實跟著就是獨立每一個 當然有些主題其實是 重複的 應該說是混在一起來講的 尤其你現在去到中後期年代那些輕小說 一定是一個主題搭一個主題 你的種類一定是兩三個種類拼在一起 成為一本輕小說 不是你的意思是那些輕小說有Tanus那些 又跨了幾個 即是你現在是Tanus的年代 對不對 那要怎麼跨最大公佩稅 要取得所有的獨立每一個 當然我們要講的也是一個最大的類型 就是它應該是幾乎大部分的輕小說 都會狼括的一個元素 校園 校園嗎 不是科幻那個人 不是科幻 我實說是幾年前才是校園 現在幾乎是沒有什麼校園的了 肯定不是都還是有很多校園 不過校園的形式不同了 驚爆危機年代都在校園 你不能這樣說的 幾年前 他只要有一拍子牽涉到校園你都算了 就是讀者這個主題去學校園 它是一個元素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元素 校園 是很重要 因為正如剛才說驚爆危機 我想講一個例子就是 如果驚爆危機不是拿校園做緩衝區的話 其實他絕對是一套很硬派的軍事都算了 是不是 他要走青春路線就是因為他是校園 哈利波特也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就變成殺婦仇人在對戰 是不是 當然校園這件事其實是說 佔那個成份 通常是說 很多時候其實剛才鏡花說了一件事就是 校園是一個緩衝區 你出眼一下 校園是一個 給他們去俘虜 給他們去增加友好度 增加愛情直的地方 校園是新手安全開 不做PK 知道嗎 都不關 講嗎 以前 現在當然不是很危險 不是哈利波特那個 不是 你冷靜一點 那一套是哈利波特 現在告訴你 學業是很危險的 不是不是 你說這個輕一點都還有的 都是拿回驚爆危機的例子 我自己最深刻就是 驚爆危機 當那個機械人真的來襲到校園的時候 我心裡說一句 賀東芝瑞這次真的玩真的 你真的打算完這套故事 唱一下 開始校園都已經會打了 其實我記得 應該說校園是日常 尤其是很多非日常系的作品 有戰鬥 身外奇能技術 校園是一個 叫做什麼呢 它好像尋找一個普通人感覺的地方 那那個年代就輕將日常和非日常劃分出來 那叫有非日常自然要有日常才可以叫到非日常 即是有對比才可以 是的 那時候校園你真的覺得那是一個全息區 沒錯 你會感覺到 那些角色的問題 或者是很多時候在那個位置去做思考 或者是在那個位置醞釀一些問題出來 那個重點你會知道就是 校園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其實是 也都是因為 在乎這就是它的身份 因為很多都是說 不一定是高中生 不用這樣 就不要讀到熟書 麻煩 這些是之後的題材 校園在這些時候就說 它是屬於那個角色 不好滑絕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校園是很重要 那怕天天要戰鬥 我都要今天要上學 那怕天天世界每天 我今天都要上學 而且就是這樣突出那個張力 校園是一個很平穩的生活 但在校園以外就會去戰鬥 一來就是被讀者代入感 我是少年人的時候 我想到原來我校園一個外的角落 我是有一個戰鬥 有一個世界的入魔給我 那我也很開心 通常很大的主要點 其實鏡噗剛才有提到的 經白危機也好 出眼之下難也好 禁書目錄那些也好 有一個很決定性的主要點是 當主角離開校園 離開室室保護他 他離開校園是甚麼 你不理他休學也好 他失蹤也好 他做甚麼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 就是他踏出了一步 他進入了一個非日常的領域 他完全進入了 經白危機就是甚麼 Sosuke終於都 隱瞞不到他的身份 這件事已經搞得很嚴重 這些是慶祟說的慣例 怎麼會不是要搞得很嚴重 那個經白危機的例子 其實比較貼紙在千鳥 千鳥已經不在校園裡面了 他作為一個普通人 已經離開了一個普通的地方 可能我們有做過的 江河都市那類都是 開頭都是校園的 當走出了校園 事件的嚴重性 就是已經發展到這些 校園 是沒有可能再運作的了 你會覺得是 也都是 現在講國家大事 你還跟我說讀書識字 還跟我說考試 明天考試你跟我上學 不是我留理班 不再講這些 是突顯著故事的嚴重性 正正就是正所談的 非日常 因為我們是非日常 是因為是日常 好相對 當你一直是戰爭 不是戰爭 ased 即是打鬥 冒險的東西叫非日常 當那沒事的日常 就已經非常冒險 這種戰爭 即是加國大事的小說 甚至你說動畫 也有 古基�ush doubts 都是 魯魯秀離開校園之後 故事整個格局是不同了 那時候的走向是校園是一個轉捩點 是很重要的這個元素 當離開校園就是什麼呢 故事邁向最終回 劇情開始急轉直下 那種感覺 場地改變之後格局改變 格局改變之後氣氛就改變了 所以在中期來說 校園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元素 你知道就是 沒錯 我都知道每個人都十多歲 每個人都要讀書 他設定的環境是現代的話 這是一個緊局的事 對他來說是一件 你沒辦法這樣 但開始時代的轉變 校園由一個好像有馬所說 由一個安全區變成一個非安全區 甚至是PVP區 或者是一個獵食區 不過我給男主角獵食的意思 或者是女主角獵食 男主角獵食 都可以 總之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今天看到學校是越來越說 你是完全分不清楚 究竟他上學危險些 還是不上學危險些 不是 應該指他哪個死人 沒有關係 你經常都覺得 你轉學問解決一切問題 重點是 集中的就是什麼 濃縮了由過往 學校只是世界觀的一部分 即是 學校開始慢慢說 學校就是這個故事的全部 什麼都說學校是 你的學生 你的同學 你的老師 你的校長 原來跟世界秘密有關係 甚至是 根本上整個世界 就是一間學校 那個學校 開始什麼呢 社企化 社企化 他由 大致一個星球 小致一個 東京都這樣的都市 都是一間學校 都是一間學校 你先社企化 就是社會和企業化 不是社會企業 是社會和企業 OK 我想校園 現在呢 為什麼會放故事的背景 在校園 不再是一個緩衝區 或者非日常日常的手法 現在純粹是作者方便 因為你設定了一個舞台 你的世界觀容易想很多 你角色的出場 已經容易很多 你已經不會搞那麼多 那是純粹是方便作者 定了一個舞台之後 我要做配賽的角色 我就可以這樣讓他出場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跟角色的年齡定位 是有關係的 即是你很少看到一個 年齡定位是四五十歲的叔叔 阿Sir 很少用他做主角 通常都是配角 如果你主角群 通常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 那時候他的世界就是學校 在校園的重點是很簡單 我都是這樣說 校園再不是我們一般認識的校園 好像東京分拉那樣 校園 學神學的 魔法戰爭那間學校 都不是讀書的 學校的定義開始廣闊了很多 廣闊到你覺得什麼呢 因為他的名字叫學校 學戰都市那些 其實是決鬥都市 不是 不是改變了 原來是作者遷就他們 你要明白 我主角是要高中生業讀書 但問題是 他在學校什麼都讀不到的 很多複雜限制 不如這樣 把校園改成一個我理想的學校 一個戰鬥的地方 就是這樣簡單 將一些專門學科 或者小說的一些設定 將它變成一個學科 因為其實萬物皆可以學 萬物都要學 任何東西都可以學 將它變成一間學校 但通常變成一間學校之後 其實你看到的 這段時期的這一類型作品 你不覺得它是一間學校 你覺得主角有學過東西嗎 主角根本上不是他天生 有驕人的才能 就不是就是 他每次都在戰鬥中 去找到究竟新的力量 而家學校的阿SirMissi 講了就證過阿SirMissi說 這個阿SirMissi其實很厲害 他就是當年 不知道十大什麼東西 但他教過你什麼 其實他是沒有教過你 有上課嗎 好像沒有上課 上課的時候也有人提到 有些網友說到 就是現在那些 一定要改四個日文漢字的稱號 再加一個不知音樂 這東西是學這個高橋的 那我就覺得 這個學校變成一個都市 然後學校裡面 就是一些魔法奇幻的部門 應該都是學金書目錄的 不過當時 金書目錄至少 那個學員都市 給你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 他覺得好像挺有趣的 一個這樣的地方 但到現在是越來越偷懶 我會知道 就是順理成章 就覺得 那個主角既然是要讀書的 那不如設計個學校給他 可以弄好劇情 他把一個角色理所當然的 帶入了一些角色理所當然的 帶入了故事 就是因為同年齡 他要讀書 他就在學校裡面 我之前不提他 你看到其實 開始是什麼 那些角色 不是 是突然之間 沒有出來的 他沒有出來什麼 他原本已經在學校裡 然後他告訴你 其實是 不過我不說而已 就是說 你現在這次打一年級 其實二年級還有一條 超絕的天才來的 打完二年級之後 二年級這人是我的男子 三年級那個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就是 很多這些 不停地上去 最容易量化 就是說 三年級一定比二年級 二年級一定比一年級 但一年級如果是主角的 一定一年級那人比三年級 就是這個等於什麼 鬥獸棋裡面 大文章吃老虎 老虎吃豹 貓吃老鼠 老鼠吃不醬 就是這個道理 沒有正義延續 我們上一次說的話題就是 你現在輕少說 要令到你讀者 明白設定 世界觀入局的時間 越來越少 越來越快 那時候 你一定套用這些設定 二年級 一年級 三年級 我是讀者一定明白 最簡單 最重要是量化 最重要是量化 尤其是你好像說 用魔法題材 我現在是一間魔法學校 那三年級學的魔法 一定比二年級多 我多修你一年 我先不說主角威文革方面的問題 這些也是時代的轉變 另一個主題 所以你最容易說 量化和推出一些新鮮 為什麼我現在不說這個設定 一年級的課程是不會教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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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的課程是不會教微積分 你是不是告訴我 但是主角的適用微積分 這個是外掛 這個是主角的隱藏能力 主角通常都是鮮包行 有話未過突 這個你見到的 其實校園那個的元素 其實越來越是什麼 沒什麼所謂 越來越不是校園 越來越覺得 校園 哦 你說是 校園是怎樣都可以 而那個校園的質量 校園就等於這個國家 這個就是什麼呢 他硬是要套一個校園的名字 讓你有一個形象 在裡面就說 這班一定是年輕人來的 是啊 那跟當年你那時候的角色 為什麼有屬性去拼湊一樣 就是你這件事 越來越容易 比你熟識恥度的人 最快吸收的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 而你說跟著 另一個 topic 戀愛 戀愛是青少少少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我剛才想說的就是 以前的校園 即使是奇幻也好 科幻也好 校園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出現成敵 令到他 戀愛 戀愛 就是主角裡面 第二個 就是那三個關係裡面 另一個人 還是校園出現 戀愛也是 潘小說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不是輕少說 很多東西都很重要 給你聽 你不要只說輕少說 大部分輕少說 都會囊括了 起碼佔了九成 絕對有九成 絕對有九成 那個叫後方 因為你輕少說 一定有男有女 同年紀的男女 又是青年 又是年輕的時候 就一定會牽涉 牽涉到戀愛的話題 戀愛這一方面 其實也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轉變 就是所謂叫做什麼呢 這類型就是後宮向的戀愛 以及真的兩個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我們先說一男一女 比較舊式的 關係沒有那麼複雜 一男一女通常就是什麼呢 這類型其實現在的轉變 沒有那麼大 就是當男女主角出現之後 你已經認定就是什麼呢 你一輩子都要在保障 你走不掉了 不理男說還是女說 這句話 還有一些輕小說 還有現在 有 也有 也有 這類型是什麼呢 一開始已經決定了 誰是正人 其他都是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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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紅線已經連起來了 不過你看不到 看到的讀者 其他都是陪伴的 應該說 那個作者 是給了一個很鮮明的印象 而應該說這個時期也是什麼呢 即是舊時候那些作者就是什麼呢 寫死了 是他就是他 縱然 他日後寫了一個 人氣比女主角 高 戰鬥力高十萬都好 都不能夠打掉 他正攻的地位 對 最多的女主角 被人稱為不仁基 對 不是的 我們說得最多的其中一個 例子驚派危機 裡面 泰沙 泰沙的人氣絕對是 即是你說泰沙 就說起我有扯火了 最多人 怎樣啊 我覺得我知道是誰 即是可以舞蹈 Fairy Christmas 還是不說了 沒有的 女主角和中介的關係 風打不掉 你搞不定就算了 不能接受 應該這樣說 跟角色之間的愛情的傾伴 他們經歷的風浪 令到你覺得你會接受 為什麼他是靜人 另外那些是什麼呢 所謂 事不與我 即是你另外一個 你好像的 其實你化物語那些 其實他 也都是其中一個形象化 就是說 如果 乳川逸早些向阿力去告白的話 戰場語 武行了很久了 即是輸了東西 不是輸了經歷 就是輸了經歷 就是輸了經歷那件事 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慢慢接受 就是說 沒有的了 然後他們 最終的開始就是 女主角留給你 那個我接收 我作為一個泰沙控 是承認這件事情的 好事喔 是承認頭髮要跟官家 在這個 所謂戀愛元素裏 其實一開始 其實 所謂的正印的地位 是很重的 其實是 一寫出來 其實很多星星就說 你都知道是他的 即使你很替那個女配角 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那個男主角 最終都是投入了 女主角的魔掌裡面 他的懷抱裡面 你覺得 很不甘心 雖然我們剛才說 愛是一個大類別的愛情 但想起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就是這個龍與虎 就是泰河廷 你聽過名字也知道 正印一定是Tiger Milody 多少錢呢 你叫我要 所以有馬對公的反應 但那個小說 正正是一個例子 就是讓你看到 那兩個女主角 作者是成功的 足跡是成功的 令到你覺得她也是很吸引的 就是這個 Tiger 不是Tiger 和另外那兩位 就是他們都是 這一個是一個很有人氣的女 三個角色都各有人氣的 你一直都知道 Tiger一定會是 正人 對 和龍兒 因為他中間所經歷的 可能聖誕節也好 之後他們兩個離家出走 各方面的交情也好 他們兩個成為正義很正常 但是兩個人的經歷 都會令到他們覺得 他們有所成長的 他們雖然最後得不到龍兒的愛 但其實都是一個 可歌可歌的故事 或者這樣說 這個時期的戀愛故事的情節 你會覺得 那個女配角 是為了堅定到 男女主角的感情 經得起風落 而佈下的旗子 所以是陪跑 就是不要聽些 他只不過是一天踏腳石 他是天生 他是一個犧牲品 他是消耗品 那才有人連愛 那才有個別的死宗 總會有一些是配角派 這一類型 所謂有正公向的 其實有些作者 慢慢寫出來 就是你會覺得 他只不過是為了 跟正公在一起 你要看到 就是他跟其他角色的經歷很多 因為叫做什麼 很多時候 歸咎於就是 一些設定不嚴謹的地方 就是什麼 女主角可能沒有什麼記錄 就是可能是真之中間 就是 最明顯的例子是 摩法國正的 就是 就是 他很多時候 是不能夠參與一些事件 但告訴你 他很強烈就是什麼 每集都很強烈說什麼 他是正公來的 你不要誤解他 他真是正恩來的 我想最難搞的一件事情 當你那些輕小說 以角色越來越為重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有些輕小說 可能當年還有一些比較長篇的輕小說 那個角色越來越有人氣 那個編輯都會跟你說 寫多些那個角色的劇情 這樣才可以賣 這樣才有不人機的笑話 因為你發覺 那個角色越來越人氣 那角色又要作者 對劇情給他 是討好的讀者 然後那個主角 正印被人懶落了 這樣才會出現這個奇怪的情況 這個我覺得關乎作家 他處理劇情的問題 即是 就算女主角弱勢也好 不聞氣也好 但問題是 如果你文筆寫得好 他中間的感情 的瓜葛關係 交代得好 就算女主角天國一方 你也會覺得 兩個人是心心相印的 這個問題 現在人家寫的東西 太簡單了 之後你覺得他們在一起 但我完全看不出 我感覺不到這個感覺 我覺得他跟他講 是對的 會有什麼出事 我覺得 你一定會說是同仁 我覺得 處處留情 那些 沒有啊 就算你講 我都不會說 沒有啊 今集我跟誰 一起出街拍拖 下一集我跟你一個人 一起出街拍拖 處處留情 處處花感 都是我妹妹喜歡的 或者感覺就是 這個是那個 所謂的劇情分佈 你好像 一些例子的櫻花莊 那類型 就是 每個女角 和男主角之間 的劇情 它是有個分佈 有什麼 設定了一個定位 當她的故事劇情 去到那個走向 那個角色 一定是 可能有些角色 是不能登場的 因為她查不到罪 不是她的 故事情節的範圍裡面 她不會突然之間出現 因為有些女主角 其實叫做什麼 她是空有女主角的名 真是不人機 但是她是空有女主角的名號 但是什麼呢 她一開始 就算說到 女主角可能很天才 很聰明 但是 女主角是一個萬能的 身邊有很多突化的東西 而需要的時候 你是需要突化型 你不是需要 這些比較戰鬥向 我講的 是比較明顯的 就是戰鬥向的 我是不需要一個萬能型的 因為男主角 已經是萬能型了 萬能型的 做一個工作 我陪她突化型 衝去打BOSS 那個萬能型 在於它是磁石 可以吸到女角 那萬能型 萬能所使 萬能吸到的東西 大家明白的 都是拿回一個例子 不過可能這個比較 少少不正確的 因為都是拿Tagun成Dragon的例子 為什麼我會稱讚Tagun成Dragon呢 因為 作者明顯是很堅定的 你知道故事的走向要是怎樣 三個角色的分工要是怎樣 他們都知道 因此各個人的劇情鋪排 走向應該會寫什麼 當作者心裡有這麼有 深知肚明 這麼有定案的時候 才自然寫得好 每個角色的分配寫得好 而另外 剛才我們還沒說 後攻向那些 其實是比較後期才出現的 類型 就是 他是疑似有一個證人 所謂的女主角的 定位是一個女主角 不如說先出場 也可以這麼說 第一個脫衫的那個 有道理 第一個脫衫那個 我是說夜人車有道理 故事裡面就是 你會看到故事走向 好像剛才阿鏡花所說的 哪個角色有人氣 就突然之間側向了 其實就算 開始影響到 那些證供漫畫 有證供類型的輕小說 都有這個 開始拔旗 開始覺得 你覺得 女主角有銀機 真的 被人回家 不是 他開始削弱證供那個 證人的地位 將他變成 各個角色的關係 都好像似乎 大家差不多 有得爭 那究竟 究竟 那究竟 收後的男主角 花落誰加呢 不是啊 究竟是真之下 真的 這個是 是很多時候 一本小說 就是 今次是角來多科 不 今次是 今次是 女主角 一比 然後 女主角追回兩球 現在是二比一 我印刁心想 我們為了娜姐王海的劇情就是 今集我吃黑貓 下集我吃師姐 再下集我吃祖劍 最後其他人會最適合 而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我覺得最慘的 一定是男主角 最慘是男配角 一定是男主角 因為這題目一定被稱為人渣 就是說 他在這本書裡 他真的想說我想的 那這些叫慘 被稱人渣給所謂的 慘的男配角 我投幾票都是男配角還是最慘的 認識男主角 簡直是今世最倒楣的事 因為每一派都有支持者 所以一定是得罪了肚子一派 另外四派還是圍插他 他一定是被燒的 你到底是被不被燒 我有啊 曾經殺我吃過 沒所謂的 現身叫做什麼呢 這裏其實要說的是 在愛情 在戀愛的主題裡 男主角的個性 亦都是由什麼呢 由開始就是剛強 開始走向就是什麼呢 羊春 羊春之後就是什麼呢 軟陽 軟弱之後就是什麼呢 沒有性格 沒有性格之後變成什麼呢 無能 前面家家子 廢柴 但是這個也是 你想一下呢 其實很多小說 例如那些十幾二十卷的小說 就算是奇幻的 那些奇幻小說也好 中間都開始沒有東西打 好像沒有新地方力顯的 那時候就拿什麼拖氣 就要拿那些三個關係來拖氣 那時候呢 如果那個正印已經配得很實實的 那時候 拿這些來拖氣就真的很不好看 大家又搞大龍風 快點打吧 應該不是 叫什麼 快點結婚吧 但是如果那個正印還沒定完 還在選的時候 偶然玩一下那些情節 大家是有點緊張感的 那還是好看一點點 還有也是有那個問題 如果那個編輯和作者 有那個想法 就是說哪個角色更加人氣 那我寫多點那個角色 去吸取讀者的時候 當然是不一定 是容易些去取寫這個劇情的 不是啊 其實是這麼壞 你寫了這個劇情之後 討好了這批 喜歡這個女主角的作者 讀了之後 他們之後會去翻臉 為什麼不是跟這個女主角一起的 有沒有搞錯啊 最重要的是 他不可以直接寫死這個角色 這個才是這個退場機制的問題 而在裡面 也衍生了一種特異的類型 它不是適用於任何的題材 的輕小說 就是什麼呢 大家通常會看到一個情節 這裡我舉的例子就是 《細血狂襲》 和《學員D&D》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他就會說一個未來線 就是告訴你什麼呢 不要搶了 我堵塞了 對呀 解決一切的問題 與其獨樂樂 不如中樂樂 多不得吃人說 你們不用說這麼多了 我哪個都不選 我全都選了 你滿意吧 我沒有得罪任何人 好吧 他已經很開心 這些不是叫得罪所有的人 你這些不可以用全部的作品 只能夠是什麼呢 是涉入了少少奇幻元素 的類型 所謂戀愛的 有有後供的作品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不是 簡單來說 如果你的故事和藥神有關係 因為藥神法律律一分一清 你不會這麼做 但是那些故事是奇幻世界的 或者這個世界裡外 或者主角已經不再是人類了 對 那規則我話說 我以為全都會全部 全部都會吃光 這個某程度世界有一個問題 I mean 我首先要講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 我的寶寶嬌姐妹很可愛 又好 我的朋友很少又好 好了 最後好像是選了一個證人出來 但他又要不給一個證人最好的名分 因為想留一手 就好像沒有得罪其他 其實還會死 因為他已經騎虎難下了 那個情況 你要找一個證人出來 但是又不能給他最好的名分 其實當然個個都私書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我的寶寶姐妹很可愛 最後又被人剪碎了 你有沒有剪 我沒有剪的 我已經沒有看下去了 不是 他那些更出色的做法 是應該寫了一個證人線 然後寫了一段故事 但是 所以就是 但是你明白 其實作者很大誘惑 是這樣寫的 因為通常 都是有些角色和角色中間的支持者 有些這樣的討論 甚至爭吵 派系的當真 什麼什麼形容都好 才有人氣 因為你一定是有話題才有人氣 有討論才有人氣 但是要炒一下炒一下自己的死 最後怎樣拿捏到 令到話題性 不會消到自己 作者的聰不聰明 我亦都是提及過一件事 大家在討論裏面提及過一件事 就是 戀愛 戀愛的結局 通常小說來說 就是結婚 結婚之後就生孩子 現在近代 尤其是近幾年 是兄弟是什麼呢 啪啪啪 做了 法例也是定而再修改 那就是什麼呢 有些作品就是 男角和女角 正印又好 在後宮向那些又好 就是什麼呢 經常會出現這一句子 就是 吸你錢 快做 什麼啊 那個男角是 什麼無能 會是 會是一集集 大家一看就吃 那些戀愛的劇情 是什麼 那些戀愛的劇情 你們已經超出了 男女朋友 應有的 對白 或者應有的 肢體動作 麻煩你 搞完它 好嗎 就是叫做 High School的 新妹那些 你快點上吧 所以 刀劍神域那些 就是生命的道理 我做 你給錢 我已做 你快給錢 所以這句子 這證據是很重的 吸你錢 快做 我已做 你快給錢 所以他生命的道理 我給錢 你快做 是歷史名詞 剛剛記得這個月 這個月出版的 《魔彈珠王與戰機》 和《落帝騎士英雄談》 已經相繼兩本書 都做了 不同 《落帝騎士英雄談》 一條線 他不理其他口供 是兩種 剛才我們提過兩種 《魔彈珠王館》 就是什麼 究竟 先吃誰呢 《落帝騎士英雄談》 喂 你要明白 純罪戰衆 首先要告白 見完家長 現在她的感情在家 這就是合理 XYZ步驟 已經不再去含糊化了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有這類的劇情 你可能是含糊化了 這件事 甚至是那本小說 結束後的《後日談》 這個就好像《櫻花莊》那樣 是《後日談》 即有了一段時間 可能已經生了兒子 我不知道再沒有了 《以造》是之後的故事 即是《塵埃落定》 《比賽結束》 的故事 但現在《魔彈珠王館戰機》 那種是什麼呢 不是《塵埃落定》 《已結束》 只是叫做《誰被上司》 即是她是一段高潮 各方面的高潮 看到這些戀愛的情節 是隨著 人們開始追求 《塔拉圖式》也不是很到位 即是《又到又不到》 即是《又到又不到》 即是《到後不到廢》 你不如跟我說完你做文 當然現在就算說做了也好 她是在字眼上說 做了 即是《刀劍神》 即是她16.5也好 都是每一版 在小說版裏也只是說 一夜之後 做完了 是這樣的 現在還未去到 《非十八》也寫了 裏面精緻的劇情 翻雲覆雨的橋段 有的 即是我不擔保將來會有 有 成為《魔王》的方法 你心想看的話 《十八禁》這本是 現在就是《非十八禁》 即是作者的功力要去到 她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十八禁》 不會被人捉到 但其實你真的在寫的東西 是有難度的 這件事 我們最偉大的 在漫畫界來說 一定是《刀劍神》 在漫畫小說界 如果你這樣說 有一套 將來可能會做到的 自稱賢者 弟子賢者 她呢 男主角 即是個女 她姓姓之中是個女 她每次說的 有色對白 很死和 很漂亮的文字 她可以用整二十幾隻 很優美的 漂亮的描述文字 去說露底庫 我懷疑張來 她肯定寫下去 所以你說 戀愛是真的隨著 就是什麼呢 即是你見到的 大家的戀愛 再不是講求這個 內在和精神的交和 我們是講實際些 我們講肉體 主角是煩人 人有性慾 OK 很合理 接受 難道你說 我們不搞 關於戀愛的時代變遷 就是每一個戀愛的結局 有當年 告白是結局 結婚是結局 現在啪啪啪是結局 不知道 回到以前 搞得怕 我不敢說這個是進步 還是不進步 愛情的歷史 已經回到一頁了 大家應該說 對愛情的看法 有轉變 不是啊 那些讀者也是推手來的 你明白他們 跟政府合作 猖度的 要多知化 你們不怕怎麼生孩子 難道就是Kiss想著你們 不行的 可能他們有做了安全性行為 要收政府錢 要猜你們生育 另外 你說大類的 奇幻和科幻 科幻很簡單 越來越不科幻 那些是奇幻 原來還有科幻 那些叫奇幻 不是科幻 我甘主問一句 原來還有的嗎 它定義上是 例如呢 我這樣說 如果這個我講的是什麼呢 設定 他們綜合來說 是說的東西叫設定 設定是越來越就是 隨便吧 你明白 我們經常說的 你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 我真的數字太低了 你明白了20% 你不明白 那你一開始就不用看這一套 其實它都不是你的目標讀者 過往其實是 在所謂的 無論特異能力也好 任何各方面 都會有一個很清晰 你看第一集 你已經會明白了 究竟那個異世界也好 那個異能也好 的總理 你會規探到那個大綱 究竟是想說什麼 你會想像到 中間裡面有些什麼大綱 當然有些可能是 你想像不到 就是你可能未想到 但其實作者想到的 你會覺得它厲害 有些就說 你想到我都想到 我都猜到你這樣死的了 有很多這種類型 就是這些設定 你會覺得 你真的覺得 它是有想過 這個設定 也是去到日後 如何去應用 是 早期的作品 是很有意的 就算你說 你怎麼說 河馬都好 它的設定多不符 有首歌應該在第一集 被《超限時考》 射死了也好 通常都沒有 就不要跟他討論科學 通常你都是 那個問題 但是你都看到 它有做過功夫 你起碼看到的是什麼 它錯 但是你看到 它有做過 一大堆的設定 你就算 設定和我 我忘記了哪一套 為何是設定的 你剛才說 設定集考到什麼 這個根本是設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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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九六六 這個就是 當然我知道 人家的意識 以前的小說家 會想了大綱 想了設定 才會寫一本小說 現在是想了角色 才想到 究竟要在哪裏做 因為現在 我覺得最明顯 你要看到 就是科學和其他 一起混合 所謂主角能力 通常主角能力 都沒有什麼 改變過 主角是一種 很限制的能力 主角是一種 有缺陷的能力 因為 這個也是 有缺陷才顯得 你的主角 在戰鬥裡 他會運用到他的智慧 才能創造到高潮 才能創造到險景 通常都要以弱性強才好看 通常 通常 大體上 一定是以弱性強 你很少見到 不是呀 現在很多的 金獸之流 以弱靈弱 我講的早期 通常主角的能力是厲害 但他也是一個特化質的能力 他在一方面很厲害 但他在另一方面很差 或者是普通人水平 他真的有 總之 正面去打 你一定會輸 你一定要去側面 想些方法去打 這個就是 以前的方法就是這樣 你會陪伴著 就像主角成長一樣 這個所謂的設定裏面 就是說 因為主角有幾個理解這種力量 就代表觀眾有幾個理解這種力量 就是觀眾想到什麼方法 還有就是 我又想到這種方法 原來 書的主角都想到這個方法 其實 這樣就合理 你覺得 這樣就合理 這件事 是人想到的方法 慢慢去到發展 大家都知道 我們 只講動畫都知道 由星小說動畫化了 也知道 很多主角所謂的缺陷 其實 並不缺陷 對 也有很多的 吳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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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哥大仁 郭哥大仁 是一個極致的例子 有首歌大仁呢 有首歌 即是有首歌企圖是什麼呢 其實 中段內也開始引起這個門 是為什麼 開始為了遷就 那個設定 而是其他角色突然老殘 就是 設定的角色 強絕天才 他已經殺了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 他差一個人就達成十萬人斬了 誰知道就是 我明明是一個大魔法師來的 我現在和你直接打 現在我要和你玩近戰 這個設定裡面就是 你會覺得違反設定的東西 也覺得突然會不好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 為什麼他要這麼笨 用自己最不善長的地方 去和主角最善長的地方打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經常都笑過編劇的東西就是 如何令主角聖得聰明就是他到處都變得蠢 就是最簡單的意思 這個不是最炮威能 是男主角的能力一種 這個腦殘的腸 戰鬥越來越不好看 你不是覺得主角 會運用什麼 強制令到他的選項減少 而令到他被迫著和他打這個 他根據你的想法去走 很多時候就是 你會覺得 縱使其實早期都有這類型的 他限一些對手的戰鬥方式 令到他用一個最不善長的方式和你打 但是打完就算那個角色輸了 你不會覺得那個角色差 但是 在現在的作品裡面 你一定會覺得那個角色 他未必一定是差 但他一定是蠢 那些理由是 被人打了一拳之後 我受不到這個滋味 所以我打你一拳 以拳交心 無緣無故 例如這樣的理由 這個也是戰鬥越來越不好 是設定的問題 他不是跟著設定去走 他是叫做什麼 他因應時間去改設定 而改設定的最大的 主角威能的其中一個就是什麼 厚索 嘴爆 就是挑釁技是 你見到是很常規會出現的 也都是 另外做一些例子就是 主角的能力 是很有限制的能力 也就是 如果今季的 我們用回 不趕遠 趕近 落地騎士的一刀修路 就是你經常都覺得 這招開完之後 他那個設定 我們都之前講過的 開完之後 他應該會躺下 那一拳 但為什麼開完之後 他還說 不行 我要靠我的意志 站起來 然後他就說 那 跟廣漫一樣 就是出一個不必死的拳 但你不死 那你真是你玩 現在 沒有的 正如這個 都有一些超越系統的一擊一樣 總之靠我的意志 和能力 我就搞定了 一刀劍神 就是 茅廠真的很慘 那一刻 你們現在 都被系統擋住了 然後 我用意志搞定 那為什麼我不用意志登出 我很想登出 超越意志登出 超越意志登出 我 我很急 我用超越意志復活 還可以用這個 我浮骨 對 你意志突破系統的 對 那個系統心想 你玩完 我就需要我嗎 這種力量 在早期的小說裡面 是什麼呢 最終回 才會用的絕技 現在變成什麼呢 第一回 不是那些叫做 只用一次嗎 對 只用一次可能就是殘廢了 你見到就是 突然老人遇海 男主角可能濃了慢了 或者失去記憶 或者失去記憶 也好 那些真的要結尾了 那些真的要結尾了 即是說 你突破了 是的 你是避免了最悲慘的結果 但不代表你個人不慘 甚至可能是生不如屎 你覺得就是說 他真的叫做什麼呢 沒錯 他突破了傳說 這一劑是必死的 你現在不死 但是你不死也沒有用了 我告訴你 這件事是叫做什麼 越來越廉價 這件事 我想最重要的導化 是的 你常常說設定越來越廉價 甚至是沒有代價 不是 設定是廢了 你說完而已 然後看實際好像不是這樣 原因 這句話我覺得 歸咎就是 那些人接著就是什麼 算吧 我看了純回算 我看插鬥 飛了他 像你贏硬的 那些戰鬥動作 那些戰鬥動作 你見到就是越來越 描寫 很長大 其實我看了很多人都是 那些人是記不住 究竟戰鬥裡面做過什麼 或者你會 我們早期都會研究一下 那些戰鬥文章寫得好不好 但是現在 你很少人會研究這件事 因為一定不行 所以也為什麼動畫裡面 那些戰鬥做得不好 因為能夠 具象化 都寫得不好 形象化不了這件事 他都只能夠揮幾下激光 斬幾下大刀就算了 因為原作裡面出現的鏡頭 所以動畫更加擺放他的資源 技能是多華麗 對呀 有幾華麗 他在前面身上要有東西 你幫助我們搞錯了 真的 而那些是所謂叫做 屬性吃屬性 就是水啊火啊 開始都沒有這件事 告訴你 打這個電用什麼 用水打 他用超越以折的大浪已經搞定了 屬性吃屬性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明白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奇幻 因為現在的科幻不好看 就是那句廉價 就是一個拿來給作者去做開外掛 叫做合理化或者正常化 強行推進故事劇 但那些人是很難被人去認同 你只是強行去叫我說 你接受了他 他只是給一個理由的主角去開外掛 變成就是什麼 你從來不會 我現在經常都會說 你從來是不需要為主角擔心的 他是不可能斷手斷腳 或者什麼的 不要說斷手斷腳 你手指甲可以脫掉 他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所以你不會為他擔心的 你得受敵人 因為你知道就是 那些人是贏的 那些人叫做 製作出來場面 危機的那些人說 那些我假裝的 那些要交戲的 不是啊 我要那些女主角 我要那些女主角 我整班女在後面 我要他們為我擔心的 那我才知道 那些人的好感度高一點 那些人的好感度高一點 那些人的好感度低一點 那我應該下段去攻略哪一個 簡單來說 奇幻是個手段 不是作品特色 其實不是作品特色 不是 所以 沒有的 我覺得其實 你說不好看 其實是 有點夠由自取的 整定不好看 作者也不會告訴你 奇幻這件事 令到角作品好看 他告訴你角色 令到角色好看 因為作者自己寫的時候 都說 我不是有心去經營奇幻 我奇幻是個手段 我要經營的是我的角色 不應該說 他那個世界 其實只不過是 這些角色的佈景版 不重要 因為 角色的重點 主動 是越來越重要 所以就是什麼呢 設定如果越擁長的話 設定越多東西 你上映的話 其實佔的肩膚器都會大 變相就是什麼呢 寫角色的時間 就是少了 是的 這個我都覺得 我明白是相對的 但也不要太過分 另外 相對越來越少的 類型的就是 歷史系 跟一些歷史有關的 然後他都被賴出來 推理作品 神秘事件 其實你會看到 那些東西一點都不神秘 那些東西一點都不歷史 那些東西一點都不歷史 那些都是叫什麼呢 那個外皮來的 因為這類型 他需要一個作者很深刻的功力去包裝 以及寫一個背景觀要設定 要嚴謹 正如我所說 七八十代的小說 作品才能夠做到 現在他們不能這樣做 尤其現在你網上連載小說 每一集 每幾天要出幾篇字 你怎麼會推理呢 一時之後 推理是更加嚴重 就是說就說推理 然後一邊說完 就是說什麼 是呀 哦 不是那些推理 以前那些推理 就是說佈局的 佈局 你就要花很多篇封去形容一些東西 或者是滲一些腹筆 等一些讀者留意不到 那些就是 之後會作為線索的地方 但是現在這些 促成文化 推理作品很難發揮 就是我們看幾十媒幾百媒才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我沒有書扔了 之前真的出過 以前那些就是 我已經扔了一本書 應該說 在促成文化的影響下 這些需要時間 去鋪陳 去鋪陳 的東西 都是叫做 對他們來說 你先鋪陳了角色先 已經沒落了 對 你看到是越來越少 甚至是沒有的 甚至乎已經是推理的作品 已經不嚴謹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當我知道那個空手是誰的時候 我才報復筆給你聽 或者應該這樣說 歷史就真的 很久都沒有出現過輕小說 出現最經典的輕小說 十二國的歷史 但是之後你當一套 你舉出一套關於歷史的輕小說 朗月輕信 他自己報了自己的歷史 都算有些歷史 因為他用中世紀做背景 對 可能是這一套 你有些素材 其實歷史是令你有興趣對回那段時期 那個時代 而這就是好考作者的考證功夫 就算好像我們最近做的愛馬 這也是的 其實都是那類型 他也是有那個時代背景 那個時代背景是真實存在過的 那這些已經是一個 你寫這本文章的時候 小說設定裏面包了 但它是一個歷史元素裏面的東西 其實是一些 依附在歷史 依附有根據 你可以說它是屬於設定的一部分 但是它是有根據 設定是可以空想的 還有歷史的世紀觀和主事有關係 就是你抽離歷史之後 這個故事會不會成立 而不是說我調這個世紀觀 故事發展完全沒有分別 還有歷史和科幻是相對的 其實有某程度上 如果科幻的人接受得越多 其實歷史會越少 其實歷史會越少 阿牛者說 阿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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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它是架空 不過它叫做 它都有一個歷史取材的位置 然後它會將這套作品去揹 即是《法國記》也好 這些都是架空的 但是你看到歷史的 正如所說的取材 以及當時的背景融入了裡面 還有會說的就是如果推理 因為當你看到那個輕小說 是越來越著重角色的關係 你自然蝙蝠就不能放太多 一些情節的鋪陳 布局那些東西 所以推理在輕小說裡面出現的情況 都是輕推理 就是可能是 那個推理的形式 用來發掘一些事件 背後可能有一個謎 或者一個隱藏了的秘密 其實是一件很小事 即是類似冰果那種感覺 冰果也好 古書堂也好 文學少女也是同一種感覺 小事件 是人生活裡面的事件 可能對人很深刻的影響 但不代表對社會很深刻的影響 即是不會死人 不會死人 不會死人 即是日本人看的小說 我不說了 即是太大了 那些範圍 但一定是輕推理 就會為主 即是你不會看到 金田一的小說版 真的會很重 可以咬勻再次去研究 而那本小說 那張圖 我也會說回 那張圖 是為了讓你推理 而設計出來 而不是突然間見到美雪 在溫泉浸溫泉 那張圖是沒有意思的 會有一兩版是這樣的 那我不否認 我想很多日本作家都會做這些 不過就好像在輕小說那裡 涉力到 推理小說作家日本很多 所以大家聽完我們 不是講了很多 講了四個 其實還有幾個 不過說不定 但你說這幾個題目 是越來越簡化 你會見到 這個走向 簡化到 你會覺得 那些人真的這麼不需要 就是變身 就是衍生了 就是什麼呢 這一類型所謂要設定 或者要時間浸出來 會變成了現在另一種衍生的 叫做輕文學的作品 已經是被歸納為那邊 已經是 真慘 就是脫離了輕小說範疇 如果他在輕小說範疇裡面 就是在黑道裡再戒了一刀 就是在輕小說範疇 這些是異類 走走走走 這些是高年齡 正應該說 那個主題 不同一點 或者應該這樣說 不是那個叫做 他是異類 其實他們 就是那個輕文學裡面 骨子裡面 其實都有輕小說的元素 即是人物的風塵 已經不是主流 不是主流 他的劇情的風格 是有元素 但正如剛才說 就是樹齡所說 他打的目標的群眾 可能是更加高年齡層 或者是一般文學的受眾 未必套這麼多動漫形式的元素 或資料複釋的設定 但他可能抽離了這些少一些 但你懂的劇情的表情差不多 尤其是想想 當年仰望他的野空也好 甚至伊利亞的天空 UFO的夏天這些 其實放在一般文學裡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根本就是 他只是 純粹是一個包裝的問題 因為輕小說 都不是一個 他做正統的文學歸女 不是文學體材 對 不是文學體材 他只是一個 稱呼這些 這樣做 出版社的包裝 那個書的尺寸 都不是文庫本 但我想出版社 告訴你 就是輕小說 就是這種小說 是一個selling point 賣點 輕巧細本 有些插圖 有些插圖 文字比較簡單 現在就是小小含 多多吹 不是小小含 是多多含 很快就多多含 其實輕文學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 就是對當年 臉擊文庫 他出的有寸後 圖書館戰爭 其實是看回這一套 即現在日劇 電影班很HIT 但其實裏面 骨子裡的東西 跟他一般看的動漫 情節差不多 他發覺原來 這些東西打出去 其實也是OK的 甚至是 現在這一類型 是變成真人日劇化 是所謂 所謂 歸類為輕文學類 那類型 就變成就是什麼呢 他變成真人化的體制 不是他設定嚴謹一點 和他合乎 就是 人的正常思維去做的事情 即突然之間 他不會 你很難記住 一個正常 即是一個 就算多美女都好 但一個很萌的表情 你都會覺得很噁心 有時候會覺得 但是其實越來越街市越來越模糊 例如 剛剛上季的日劇 頂上今日的秘望錄 我都覺得 其實套東西真的很輕小說 嗯 但都可以日劇化 還找到大家出來做 其實 所以 其實你說 是不是那個市場 其實都越來越擴大 那範圍越來越闊 我會說 而且 還有一個好事就是 一些輕小說作 明顯他寫的題材 其實跟現在輕小說主流 已經不一樣 其實比他多些方向發展 都是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 即是叫做 世代的紅樓 繼續改變 那當然有些人就是 接受不了 但是當然有一批人會很瘦 這一類型的東西 選一些JC變JK 然後JK少爺 JC變JK 就是 明不明 明不明就算了 這件事是經常都說的 你壓爺 跟你老爸說 我小時候 一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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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老爸跟你說 我吃碗麵的時候 一碗麵 然後你跟我說 我當年吃碗麵 一碗麵 你現在跟我說 一碗麵一碗 其實這件事是 其實是 時代不同了 對 時代不同了 我們接受的也都不同了 就是說 當如果 你再接受不到 在那個歸類裡面的 的文學 你再接受不到的 我還是說 上一集一句 你已經不再年輕了 你老了 就是說 我反而覺得 雖然這句有點嚴肅 就是 你對一個閱讀的人來說 就是 當年你被輕小說 吸引了下去看書 當你進入了閱讀的習慣之後 你大過了自自然 其實就會開始用梨拉雪來看 可能你輕小說 變成輕文學 輕文學變成一般文學 一般文學變成文藝巨著 之後 其實都是一路的階梯 不是 其實我也是關乎 有時候不一定是說 我們老了 夜文學 我們要求高了 我們要求的水準 對於某二問題 現在水準太低 就是文不不看 現在有些網上小說 我也看過去 不是水準太低 是大家對水準的要求不同 我覺得不合口味 就是說 你覺得後宮是好的 但是我覺得 純愛是好一點 不是第一兩本出 其實挺有趣的 我們看看第三四本 又是第五六本 又沒有第二本 沒有的 其實就正如當年一樣 看一看銀河英雄傳說人 覺得 嘩! 我覺得這陣子的輕小說是緊質性太多了 那這也是我們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這兩集說的就是 同質性和執藥的問題 以及它不再嚴謹去處理自己的獨特風格 令到大家是公式化了 一定有一個階段 我們接觸的輕小的市場是實驗性階段的市場 現在已經是制式化了 盤盡得很厲害的市場 其實實驗性有實驗性的好就是八家齊荷 沒錯 什麼都會有跌 是的 即是你很難想像棄鹽系列的小說出現在這個總序裏面 但是就出現到了 那個年代 其實不會再有這個 兩公出來都很突破 因為其實那個轉變就是 人們不是再著重文字內容 而是作進那個 已經是作為圖像 對他來說輕小說是一個圖像 有囚圖的文字 等於就是最著名的IS 公然寫得好嗎? 絕對不是 這畫可以嗎? 很厲害 你見到就是 轉了策畫師之後 不行 有人說不行 我覺得之前好一點 我接受不了 你見到就是 不是靠內容決勝負 現在是靠策畫決勝負 這個也是輕小說 最後一個講話就是 主系的轉變就是什麼呢 並不是內容 而是角色的策畫 都不是說角色的性格 是變成了角色的策畫 都見到一個趨勢 當年角色的策畫是 輔助 一個賣點 然後開始轉變到 角色的策畫 決定了角色的性格 到現在角色的性格 不重要 把策畫師才是最重要的 反正是動畫法 拿來也是 對吧? 給畫師參考這套 這個樣子是什麼樣子 是啊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